走 主菜还要烧的 前菜已经上了 请慢用 干吗踢我 陈小姐 你是哪里人啊 我 我是扬州人 我还去过呢 说来真是有缘分 说不定我们在扬州的街头 还曾经擦肩而过呢 那你是扬州 哪里人呢 我们家在扬州附近的一个小村子 估计罗小姐 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 怎么会 我最喜欢小村子了 我小的时候也在农村住过 我记得那个田里 好像还可以捉你一窍 书园的父亲啊 叫罗家凯 是全国最大的纺织品商人 你走进全国任何一家部行 十匹部里面 有八匹都是他们家产 好厉害啊 罗小姐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啊 当然可以了 这 这么大的餐厅 都没人呢 只有咱们一桌呀 我吃饭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 所以我就把这层给包下来了 包下来了 这得花多少钱啊 陈小姐 你们那个金舞台还缺人吗 我能不能去应聘 我不要工钱的 就是能够跟你们一起工作就可以了 你当那是游乐场啊 想去就去 那凭什么你就可以想去就去 我就不可以去 我偏要去 像那种地方 不是你这种富家小姐 可以随便进出的好吗 那怎么了 男姑娘都说了 男女平等 你们男人可以去的地方 我们女人也一样 闭嘴吧你 我 你们都 跟我去挑瓶酒 你们接着聊 接着聊啊 我说你什么情况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舒颜她是 怎么知道我在金舞台的呀 我说的 怎么了 不就是怀表那点破事吗 你至于吗 你一个男人 我就是看不惯她那种 理所应当管我的样子 她是我什么人啊 凭什么对我指指点点的 陆小姐 别这么见外了 叫我舒颜吧 好呀 那你以后就叫我陈英吧 舒颜 你以后 还是别跟那个高文忠来往了 为什么呀 我 我告诉你了 你可千万别跟她说 是我说的 好 你说吧 其实 这个高文忠 她根本就不是高文忠 她的真实姓名叫钟阿文 她根本就不是什么风流倜傥的附加子弟 她就是那个 她其实就是专门欺骗你们这些附加千金的 钟阿文 咱们从小就心知肚明的 说原迟早是你太太 卓人 请问我请告诉你啊 你要再敢说一遍就一遍 我 我就从你们家搬出来 咱们俩从此划清界限一刀两断行不行 好了 好了 我错了 我以后不再这么说行了吧 紫盈 你能不能别追究钟阿文啊 因为 她现在已经改过自新了 她已经开始在金舞台 认真努力好好工作了 所以 你能不能别怪她 再给她个机会吗 承鄞 你认真好 告诉我这些 那 你能不能告诉我 她这个 钟阿文在金舞台期间 还有没有跟其他女孩子行骗过 我的意思是说 你有没有看到 她有其他相熟的女孩子 经常来找她什么的 知道没有 真的没有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我们女孩子家聊天 干吗要告诉你啊 下个星期 我在家里办个生日派对 程莹 你可一定得来 你这么有趣 我的朋友们一定都会喜欢你的 那 高先生 高先生 是不是肯赏光来参加 去 去 来喝一个吧 欢迎承鄞加入我们 干杯 不好意思 三位 今天我们的西餐厅 被一位客人包下了 请述无法接待三位 包下了 阿全 来 放开他 抱歉 我们走 干杯 来 怎么了 那不是钟阿文那小子吗 还真是他 干杯 干杯 他对面坐的那个女的 不是罗家凯的女儿吗 没想到他人脉还挺广 还认识富豪的女儿 这小子 走 我去 高举禁烟大旗 来看报纸 关闭多家烟馆 号外号外 新任司法部部长高浩天 高举禁烟大旗 关闭多家烟馆 看样子高浩天要动手了 平时按兵不动 看见我们三家道的 你死我活 再来个敲山震火 看来他挺有手段的 他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这第一把火先烧到水哥那里 这回该水哥心惊胆战了 看来高浩天倒是帮了咱们一把 现在这么说为时过早 毕竟咱们擅堂卖鸦片的事情 也刚过去没多久 如果这个高浩天 下一步的目标是我们的话 那肯定会借着这股禁烟的风潮 来对付我们的 恐怕我们也再见难逃 高文忠有消息吧 正在找 听说水哥他们也在找呢 看来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 走 先回静谱探 走 大哥 怎么样 还是没找到高文忠 那还不赶紧继续找 大哥 这 滚 是 说三今儿 也不赶紧续找 帮んだ 不知 你还不赶紧续 让你再反思计 你不赶紧续 那我赶紧续 你把你的感觉 那他胆子 才能强然 低于我们的 说的 调调 我觉得 他的 判断 不舒服的时候 给我替唱罢了 还演员呢 你有舞台经验吗 柳云 我忍你很久了 你别随便瞧不起人 你忍我 我还忍你呢 谁知道你是不是 在我演出的时候 在我杯子里下了药 害得我嗓子哑了 唱不出来 明明是你自己乱吃药 弄坏了嗓子 你还诬陷起我来了 再说了 我给你替唱 是为了金舞台 首演成功 你不感谢我就算了 你整天没事找事 你烦不烦啊 你再说一遍 你信不信我伤你个耳光 你敢 我现在也是正式演员了 大禹跟你一样 你动我一下试试 你看我敢不敢 我杀你 柳云 住手 你先出去 总是这个脾气 跟你说过多少遍 要团结 要团结 怎么就一点集体关键 关键都没有 动不动就要打架 宁愿姐 我就是搞不明白了 你说我嗓子坏了也就算了 让那个帮工给我提唱 可是现在嗓子好了 为什么每次演出 还要他在后台给我提唱啊 你的声音甜美纤细 承莹的声音高亢嘹亮 你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 如果让观众听出来 手演跟现在的演出声音不一样 影响了上作率 这个责是谁来负啊 可是 承莹现在在后台卖力演唱 你在前台名利双收 人家一声不吭 没有一句埋怨就算了 反倒是你 不依不饶 以后都是在一起训练的姐妹 该怎么相处 你自己看着办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跳的 刘云 你怎么样 刘云 刘云 刘云她乱跳 我 我没有 你怎么没有啊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你知不知道 跳舞和吵架不一样 你要是把我撞伤了 我怎么再进入她领舞啊 你知道这后果多严重吗 你 承莹 你再说没有 你就跟一个瞎眼的苍蝇一样 说前她踩了我好几脚了呢 行了 都少说两句 刘云 你活动一下肩膀 看看有没有事 好痛啊 抬不起来了 要不要去医院呀 不用了 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行了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承莹 虽然你的声音条件不错 但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训练 所以在歌舞技艺方面 你比别人差很多 以后要加倍努力了 我知道了 我们是一个团体 如果你远远落后于其他人 对于其他团员会有很大影响 以后有不懂的都跟别人请教 知道了 红颜姐 我会好好努力的 你留下多练几遍 其他人解散吧 谢谢红颜姐 谢谢红颜姐 走 没事吧 没事 成英 我陪你练习 不用了 你跟大家去吃饭吧 没事 我不饿 如风 走不走啊 云鸣 你过来一下 云鸣 你带成英跳一下 让她熟悉一下 好吧 好 我放音乐了啊 放吧 谢谢您啊 干吗呢 跳舞呢 怎么人家都走了你们还留下来了 成英今天练习有点跟不上 所以我们留下来陪她练练 跳的什么舞啊 说给我听听啊 说不定我也会跳呢 我在外面看见红颜姐啊 她好像找你们俩呢 那我们先走了 走 辛苦了啊 好 没事 谢谢啊 再见啊 再见啊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 你就不能有点安全意识 大晚上跟两个大男人 在排练厅里面单独练舞 你就不怕出点什么事吗 你们两个不是大男人啊 人家好歹是我同事 低头不见抬头见 能出什么事啊 还盯嘴是吧 要真出什么事 下个月薪水我怎么帮你领啊 你别装了啊 我碰你头 你脚怎么了 又想讹我是不是 我刚刚跳舞的时候 好像扭到了 来我看看 种这么大你还跳舞 你一个女孩子 把自己弄得这么辛苦 我看这都心碎啊 心碎了去医院 别在这儿骗 上来 你干吗 我送你去医院啊 难不成你跑着去啊 咱们仨不是一会儿 还得去书员的生日会吗 我让你上来就上来 别那么多废话 陈盈你先去看病吧 书员那儿我帮你解释 真不用 你们两个吧 就是太 干吗呀 湘青你先去 我晚点儿了 申请救命 傅 傅 放我下来 快快回啊 书员那儿我帮你顶着 书员 杉青 你来了 生日快乐 你来啦 你不打算打开看看吗 是糖瓜呀 好久没有见到这个了 我就记得你小时候 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了 你在哪里找到这个的 前几天我特别想吃 我爸爸派人 把整个上海都翻过来了 都没找到 秘密 但是为了这袋零食 我可花了不少功夫呢 真的啊 谢谢啊 你们俩说什么呢 山青来了 罗伯伯好 高伯伯好 文忠呢 你俩不是形影不离的吗 文忠他有事得耽搁一会儿 文忠这孩子的事啊 让他也受牵累了 高伯伯您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当年我父亲去世 家到中落的时候 要不是您出手相助 哪能有我今天啊 这事咱可不提了啊 你看看 山青就是个当记者的 说话一套一套 对不对啊 哪像文忠啊 是吧 高伯伯 我觉得文忠这阵子 虽然不太听您的话 不肯回家 但他至少是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 他怎么自力更生了 说给我听听 他不仅在家里面 写些小说 我同样也出去发发传单什么的 发传单 发什么传单呀 高伯伯 我能见一下山青吗 山青 你可得帮我个忙 好 两位伯伯失陪一下啊 走了 走吧 走吧 淑媛这丫头啊 就会拾会人 怎么样 救你一命吧 多谢女侠 救命之恩了 不客气 要是被堂堂的法务部部长 知道他儿子 在禁舞台那种地方上班 准气炸了 我觉得禁舞台跟其他舞台可不太一样 他里面的姑娘 就像你见过的成英一样 都挺单纯的 山青 你带我进去看看吧 你可算了吧 你听过哪家大家闺秀 想着去歌舞厅的呀 我从来没去过那种地方 好奇得不得了 我可不帮你背这黑锅啊 小姐 客人们都等极了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庆祝生日啊 让他们再等一会儿吧 可是 咱都等了好几个一会儿了 是我过生日还是你过生日 我说再等一会儿就再等一会儿 这个你帮我收好 好 小姐 你下去吧 你放我下来吧 我没事了 别逛了 种得跟头猪似的 待会儿把你摔下来 另外一条腿也摔绝了 可别怪我啊 你才跟头猪似的呢 再也顶嘴 我真摔了啊 你怎么那么烦人啊 你说你好好一女孩 为什么偏到金舞台 闯这一番天地呢 今天被欺负了 明天又受伤了 你爸妈看见得多心疼啊 为什么非要你虚名呢 平平淡淡过一辈子 不挺好的吗 你说你要是罗淑媛 突然间家到中落 吃不了那份苦 想赚点钱来 恢复原来的生活 那我能理解 你说你也是贫苦 你就真觉得路边摊的 小馄饨比华冒饭店的西餐差 不一定吧 到了 到了 放我下来 人各有命你不懂的 我怎么就不懂了 你总说你平凡 就这没意思 那没意思 如果有一天 你成为上海滩最红最红的明星 你最想念的 一定是跟我跟山青 在路边摊吃馄饨 我瞧你心水 你腿瘸了 我又不得不把你背回宿舍的 这段日子 所以说你 跟我别说了 怎么了 我说你别说了 我走了 衣服换你 不是刚才要好好的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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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了 书不远送 别留过 书员 你别太郁闷了 你看今天这么多人 陪你过生日呢 温忠说不定 她是真有什么事 给耽搁了呢 你就别帮她说好话了 你看现在都几点了 反正宴会也结束了 书员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我今天有一特重要的事 给耽搁了 你生日我记得 算了 高先生 你这么忙 我的事算得了什么 你继续忙吧 我要走了 快问你干什么 快过去啊 我在门口等你啊 快去啊 过去 对不起啊 书员 我 我真心地跟你道歉 我今天这一整天 过得都昏昏噩噩的 但是我发誓 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 我就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 你看 为了你的生日 我前两天专门定做了一套 这么漂亮的大衣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今天早上一起床 我 这 我说是约要不要 走 我 我还要 你怎么会 要不过去 你怎么会 还要不过去 我 你怎么会 要不过去 我 要不过去 我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 再这样对我了好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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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还有一点事 明明人家才是女孩子 怎么比我还害羞呢 高文忠啊 高文忠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竟然吃到这么久 最后说愿原谅你了没有 别问了 怎么了 她是不是 别瞎咱 她不是打你了吧 怎么可能 她打 我脸现在是不是特别红 跟猴屁股似的 不过你说书原这么一大家闺宿 应该不至于动手打人 你俩到底怎么回事 别问了行不行 不告诉我就是有问题 你闭嘴我问你 跟上前面那俩人 问问怎么了 你能不能不要问了 烦不烦 带腿之身你还敢 怎么回事啊你 停停停 快停车 我在想看自己 我问他们 告诉你 什么话 就这个话 跟他说什么话 我们去拿自己 也不随意 你给我回事啊 哦 做什么话 钟阿文 把这个先撤了吧 好嘞 你也真是的 就为了一个钟阿文 把领事给得罪了 无缘无故地输了一个敌人 他们现在追着找我们麻烦呢 如果英国领事馆的人 真的来找麻烦的话 那只能兵来将挡 水来土焰 你们干吗 你们不能进去 王局长 白警官 我们金舞台内部彩排呢 这怎么回事啊 不知二位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啊 王局长 如果是因为英国领事馆的事情 我希望您调查清楚再来抓人 王局长 这 高先生 高先生 可找到您了 您跟我们走一趟吧 没看我在这儿工作呢 出去 高先生 您也不要为难我们小的 这是您父亲的命令 把你送回去 高部长亲自吩咐我 一定要我本人带队 把你带回高家 我在外面过得好好的 凭什么让我回家就回家 我要过我想过的生活 我就跟我爸说我不回去 你们走吧 这 你是高文忠 你父亲是高浩天 他不是中安文吗 不是啊 对啊 是高先生吗 对啊 好了 让我大哥知道我骗他 我不叫中安文 你们开心了 高兴了 您看您父亲还给我们订了时间 说是十二点之前 要不把你送回去 我们这儿 高先生 我们呢 也是上有老下有小 这高部长万一不高兴 我们丢了公职 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 跟我们回高家吧 我不回 世伪老弟啊 高部长的儿子文忠先生 已经离家出走好几天了 我们一直在找 这不高部长给我们下了死命令 一定要让我们把他带回去 就拜托你说说情呗 对 高先生 大哥 以后叫我文忠吧 好 叫你文忠 不管你是钟阿文还是高文忠 这其一嘛 我们在监狱相遇的经历 是不会变的 其二 你为了维护金舞台的员工 出手上了洋人 也不会变 这其三 因为你 金舞台才能够顺利地开业 所以 你永远是我们金舞台的一份子 大哥 我不是 什么都别说了 也别为难王局长 回去跟你父亲好好谈一谈 记住了 金舞台的大门 永远向你敞开 行 大哥 我听你的 我先回去 大哥 我走之前 能不能求你件事啊 行啊 没问题 行 那我先回去了 大哥 赶紧回去吧 走吧 快点 慢点 慢点 快点 慢点 慢点 快点 慢点 慢点 快点 慢点 走 是 是 原来钟阿文就是高文忠 他怎么这么高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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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板 得来钱不费功夫 来 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 我希望你们全都烂在肚子里 这钟阿文还是钟阿文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谁要是把这件事传到 程莹的耳朵里 金舞台就别混了 听清楚了吗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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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继续吧 走 走吧 这就是你所说的江湖 这就是你在外面 换到两个月 最后的归宿 要是说的 爸 您先不要生气 您能不能不要戴着有色眼睛 去看金舞台啊 金舞台跟别的歌厅 真的不一样 他们是做正经生意的 您都不知道 我们为了一台好的演出 耗费了多少心思和精力 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 对啊 你居然把它当成了我们 我问你 林世薇跟你有什么关系 您又了解我们多少 这两个月来 我们大家把金舞台 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林老板跟我们同甘共苦 从来就没有看不起我们 不对我们遗旨气势 还有那个金凤 她也是一个非常有心思想的女性 不是那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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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脑袋清楚一点好不好 她林氏围是什么人 你能看懂多少啊 她林氏围刚来上海的时候 杀人放活哪一件事她没干过 她要是不够心狠手辣 年纪轻轻 金月亭 怎么就能够看上她呢 现在倒好了 想洗白自己了 她过去那些所作所为 就能一笔勾销吗 过去的事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杨人欺负我 要把我抓走的时候 是林老板出来救了我 林氏围还出来救了你 我告诉你 要不是我跟英国领事馆的人 打招呼 这事能这么完了 要不是他们知道 你是我高昊天的儿子 他们能这么优待你 您看看您又来了 总是把我说得一无是处 好像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 就是成为您的儿子 那个林氏围 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身份好吗 你不是一无是处 你是十全十美 也怪我教子无方 怪我崇尼太盛 你都这么大的人了 脑袋怎么还这么简单呢 文忠啊 你不是要讲条件吗 那行 从今往后 婚事你不必再考虑了 法务部上班的事情 咱们也可以缓一缓 但是 你必须搬回这个家来住 你不是爱写小说吗 你爱写小说写小说 爱招待朋友招待朋友 我全都不管 真的 但是有一点 不准再去金舞台 那不行 我那帮朋友好几天看不见我 会想我的 你在那种地方 能交上什么好朋友 你要是再跟我交接 我就把你关起来 您身为法务部部长 连自己都不能遵纪守法 还要关您的儿子 您敢关您 信不信我写信告您 不是 您笑什么 我是很认真的好不好 行行 你可以去告我 你告到天边最后回来 还是我来宣判 行 没事 您关我吧 您关得住我的身体 您关不住我的心 我要你的心干什么呀 我要你的身体在家里 给我好好待着 别给我惹是生非 我就烧高香了 不是 您怎么能这么 田叔 老爷 从今天开始 把少爷给我看住了 从今往后 不许离开这个家半步 我是说寸步不离 你 是 您信不信我写文章揭发你 您这个法务部长在家里 是怎么依附暴决的嘴脸 你敢关我试试 少爷 对不起 我听老爷的 还是怎么想要 是 或许离开 还是 还不说 你 他还也不会 他还不说 他还不说 那么 老爷吩咐 让我寸步不离 能不能别跟着我呀 我上个厕所行不行 少爷 厕所的窗户早就定死了 你怎么不把我定死呢 你有这个愿望 瞎毁 不是 你要干什么呀 我睡个午觉 睡午觉你也要跟着我是不是 烦人 不是 你看着我干什么呀 我要吃剑袋 七分少的 好的 我这就吩咐人去给你做 我不 我就要吃你做的 这是二层 你怕什么呀 我还能长着翅膀飞出去不成啊 好吧 我还真长着翅膀飞 难怪英国领事馆的人就这么算了 这一查才知道是高昊天的儿子 现在不说这些了 这都一个星期了 他都没有出现 我们是不是该做些什么呢 总不能就这么干等着高文中 自己送上门吧 不能着急 有所动作 就不可避免地让人觉得我们很迫切 既然高昊天他找到了金舞台 就说明他已经知道我跟文中的关系 以他的作风 他一定不同意我跟文中来往 万一他不来呢 以我对文中的了解 他一定不会听他父亲的 现在就看以后我们怎么跟文中相处了 大厅 大哥 高文中来了 文中啊 今天约你喝咖啡 有一件事你必须老实地告诉我 大哥我在你面前还有什么不老实的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你父亲是不是不喜欢我们来往 大哥 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不仅知道这些 而且我还知道 他不希望你来进舞台 我跟我父亲是不一样的 我有我自己的思想 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我 这倒也好 让我松了口气 松 松口气 实话跟你说吧 如果我早知道 你这高家少爷的身份 金舞台也不会让你进来 不是 为什么呀 大哥 你还记得 我们一起坐牢的时候 你跟我说过的话吗 我不记得了 你说这世界上有两种人 其中的一种人循规蹈矩 永远按照别人立的规矩去生存 而另一种人呢 是个这个世界立规矩的人 当时我有三家善堂 被人暗中当做贩卖鸦片的场所 我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 可是我没有办法 可善堂不是你的吗 为什么别人能来插一脚 让你来背这个黑锅去做这个牢呢 不守规矩 不守规矩走不了江湖 因为我要守规矩 你的一番话提醒了我 我萌生了一个念头 我要竞选商会主席 一旦入选 从此立规矩的那个人 就是我 所以说是我的话影响了你 你想选商会主席 而我的父亲 是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人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既然我的父亲这么重要 别人都想巴结我 可是为什么你却偏偏 对我敬而远之呢 因为我跟他们的目的 是不一样的 我一定要用最清白的方式 告诉他们 不走歪门邪道 一样可以成功 大哥 我最佩服你的就是这点 如果你选不上这个商会主席 那这个天下就太没有功力了 我听说 你不大喜欢你父亲 对你的教育方式 可是 于公于私 你都要听你父亲的 以后金舞台 你就别来了 大哥 别人说金舞台是风月场所 嘲笑我初入也就罢了 为什么连你也这么说呀 那我怎么说 如果我们经常在一起的话 有人会在背后说你父亲的闲话 我希望你在这个节骨眼上 多替你父亲想想 可是金舞台除了你我还有一个朋友 我得照看他 我不能把他丢下 温忠 温忠 说说你的朋友 如果说我能帮到他的一定帮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大哥 那个朋友叫承英啊 你能不能给他一次单独上台的机会 我保证 只要他能登上舞台 一定会成为金舞台的台主 他们也不能讨计 那么我 哇 你没有听见 这个人 他是人 的话 我 你没有听见 你懂得特别是 你懂得特别说 如果你要是... 你这样 你找到他 金姐 洪彦姐 金老板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宣布 金舞台开业一个多月了 通过各位的努力呢 现在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尤其是柳云 已经做到了整个上海滩 一票难求 也让金舞台呢天天爆满 所以公司决定给柳云加薪 谢谢金姐 不过金舞台不同于别处 在这里 每一个人的机会均等 所以公司也决定呢 下一场的演出 就让程莹来主演 别说让她演了 恭喜啊 这个太好了 太好了 恭喜 可是金姐 您不是说让我来主演的吗 程莹啊 这下一次的表演呢 可是林老板商会主席的拉票会 林老板会亲自出席 如果你搞砸了 那你就饭碗不保喽 知道了 金凤姐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嗯 复仇的机会竟然这么快就来了 林树林 你等着 我去接下来 还给我 该干扯的 不给 不给 这么旧的发卡都不能戴了 你还留着干吗呀 别闹了 我说让你主演这么大的好事 我也不见你高兴和兴奋的 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别把柳云当回事 轻松做自己就好了 我觉得这两天 那个姜如风 对你挺不寻常的 他总是找机会跟你说话 你们两个是不是 你怎么想那么复杂 不过就是多讲两句话而已吗 年轻男女 谈的恋爱也是很正常的事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吗 知名作家南龚燕说了 新时代的女性 已经不再是男人的从属 应该享有婚姻的主权 结识朋友 自由恋爱 选择合适的对象结婚 把自己的终身幸福 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你看 直接说出了 我们的心声啊 好了好了 赶快睡吧 那我睡了 晚安 来 这是你们的道具 真像啊 你看 真像啊 是啊 没想到表演的道具会是枪 真是贴不住我眼 真是贴不住我眼 辣票会那天 林侍卫肯定会坐在最前面 与舞台之间没有任何质担 林侍卫 你的死期不远了 我要的货到了吗 到了 我去看见一下 对不起 没事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等一等 你包里什么东西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是否能用忘情的 是必要曾忘情爱过 从被奔占据 爱不从何止 注定要上演悲剧 爱和酒隔离 难全身后退 愿醉的跟随 让恩情作废 温暖的悲醉 有谁能有机会 永远都会成灰烟 那小人生再不回 愿你听着忘情歌 能够忘情破碍最伤悲 未经曾爱过 为爱却恨过 最后只剩下罪过 是否能用忘情的 像别也曾忘情爱过 真的更成全 爱不从何止 永远都会 永远都会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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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会失 gel 永远都会成全 永远都会成全 永远都会带